新经济时间来看到美国联准会一如预期宣布再升息一马 不过却激励了美股收涨也带动台股的表现交给淑翰 好谢谢新话大家来看一下 昨天是宣布再升息一马 这确实如市场所预期的 另外是从去年三月到现在已经是第八度升息了 不过值得关注的就是鲍尔的谈话了 他强调目前全球通膨已经稍稍放缓了 虽然是居高不下的情形 再来就是重申会继续的调高利率 所以我们看到即便升息一马 但是因为合乎预期 再来就是刚刚提到通膨已经稍稍放缓 这个鲍尔谈话里面显露出这样子的一个玄机 因此让美股四大指数都是静扬的状况 我们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是上涨了2% 而费城半导体则是静扬了5% 当然受到美股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我们来看到台股的部分今天也是收涨的 我们是走升了175点收在了15,595点 这是创下7个月来的一个新高 那在台积电的部分也是站稳了540元的一个价位 再来就是三大法人是买超了237.11亿 外资更是连续13日都是狂买 显示外资对于台股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的 那再来看到会市的部分 其实昨天外资就已经在做压宝的动作了 最后台币是升值了8.7分收在29.965 今天持续升我们收在了29.7元这样子的一个价位 那主要就是因为日本央行政策已经转向了 再来就是大陆解封以及资金已经是流向亚洲的部分 所以预料未来的汇率将会持续是一个偏升的格局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虽然数据表现相当不错 不过在美国的方面 他们1月份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活动 其实是萎缩的一个情形 显示数据表现跟实际状况好像有一点脱钩 这是一个隐忧 未来我们可以持续来关注 不过去年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我们劳工朋友的荷包损失惨重 因为劳动基金惨赔 亏损的规模跟原因交给淑涵 好 确实像新话所说的 我们的劳动基金真的是惨赔的 就一如我们投资人去年在股市的投资 应该也都是比例例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劳动基金在2022是亏损了3529亿 收益率当然是走跌的是负6.71% 这创下了2014年劳金局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个亏损 我们看到新制的劳退基金赔 赔了2280.3亿元 再来是平均的每位劳工的账户缩水了1.86万 再来是旧制的劳退基金也是赔 赔了708.7亿亿 再来是劳保基金还是赔589亿 那主要也是跟股市去年走跌的原因是相关的 就是无二战争升息 以及大陆封城的影响之下 那我们再来就看到了新制劳退基金前十大的一个持股 到底是持了哪一些 台积电依旧是第一名 再来是鸿海台达电 中华电信富邦金 再来就是联发科 国泰金 赵丰金 中信金 还有统一 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中信金跟统一 在今年是挤掉之前的新兴电 还有台塑的部分来入榜 那我们看到台积电的比重 其实比上半年29.51 这样子一个百分别是略微的下降 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的股价下跌 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劳退基金新制之后的规模是增大的 所以这个比重的部位当然就会稍后走跌 投资策略还是以全球龙头 以及距前景的个股来去做一个投资 所以以长线来看 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紧张 不过说到投资 2023年要进军房市 是不是要再审慎思考了 元月份的交易量好像冷嗖嗖吗 舒涵 确实如新话所说的 这个未来的这个房市表现 恐怕观望的氛围还是比较浓厚 我们来看到一月份六都买卖的转移动数是 1.26万栋 月减38.4% 年减达到47.5% 通通都是走跌的一个情况 交易量的部分也创下的是近47个月来的一个新低 近7年同期新低 包括了新北高雄更是近13年来 一月份同期的一个低点了 那主要原因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专家他是这样子分析的 首先看到就是春节长假的效应 我们也知道今年的春节非常的长 这样的一个假期当然就会让整个交易量走跌一点 再来就是央行升息持续升息之下 房贷族当然就有压力啦 大家就会考虑要不要现在来出手 以及平均地权的一个修法之下 所以其实种种的效应都让大家比较观望一点 再来就是二月份的无价期干扰 应该交易量可以恢复常态 以及一波小小地盐的买盘恐怕回流 不用主要还是要看到329的档期的销售状况 是否会回升 那么除了财经重点也要推荐您的是 可以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来加入我们的TVBS娱乐头条 让您相关的娱乐资讯不漏接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经济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